好 我們看油價持續要噴出大漲 昨天禮拜一我們才提到了中油 把每公升的汽油調高了五角 柴油調高六角 創下了兩年半油價的新高 那我們也觀察到 現在似乎從98汽油 已經要進到三字頭了 那95汽油在下週 下下週 隨著國際油價的攀高 似乎也有挑戰三字頭的壓力 油價一調高 其實我們生活的經濟壓力就開始變大 但這次油價的走高 有一個長期因素 有一個短線的替材 長期因素是OPEC的減採 短期因素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內部王室的權力衝突 我們先看報價 這一波紐約清原油 在整個10月中日之後 跟脫江的野馬一樣 一路高角度的噴出 連布蘭特原油漲幅更為驚人 在昨天晚上已經來到 64.44每桶的收盤價格 漲幅在昨天單日就3% 使得油價連續快速的噴出 這會對於全球的物價環境 或對於原油投資的觀眾朋友 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要做一個解讀囉 好 第二我們先看到 這個圖是布蘭特原油 跟紐約清原油的價差 那每一次到解讀一次 因為紐約清原油的含流量比較低 離過去傳統市場 美國市場比較近 所以省運費 省加工費 所以在2008年之前 紐約清原油價格已經是 布蘭特原油價格的5%的溢價 就是紐約清原油比較貴 布蘭特原油比較便宜 因為第一個市場在美國 所以布蘭特北海原油 英國挖出來之後 運到了德州來做交割 所以這一段運費 西德州原油不用 然後這個不用就反映在價格之中 另外一個是 西德州原油期貨 是一個甜油 就是清流 所以加工成本比較低 那北海重油 布蘭特原油比較 含流量比較高 所以加工程序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成本 也含在期貨價格當中 可是在2008年 頁岩油開始挖掘之後 這個價差反了過來 觀眾朋友懂我意思了嗎 以前是紐約清原油比較貴 布蘭特原油比較便宜 所以出現溢價差 但因為頁岩油跟頁岩器的大量開發 使得供需出現改變 反過來 布蘭特原油比較貴 紐約原油比較便宜 所以觀眾朋友這反過來的價差關係 每次都要講一次 讓觀眾朋友了解 原油的一個市場的變化 那現在這個布蘭特原油減 紐約清原油的價差 創下兩年新高 從昨天收盤價做觀察 每一桶差了7.27美元 所以叫做觀察 那為什麼前面我要講背景 因為布蘭特原油現在反映的供需 一個是除了歐洲之外 特別是亞洲的需求 這是需求面 那布蘭特原油的定價 更接近中東國家的出口報價 所以布蘭特原油跟紐約清原油的價差拉開 一個我們可以解讀是頁岩油大量開發 所以使得紐約清原油下跌 但這是不是 這是兩個一起漲 那一起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再回來看價差 就代表布蘭特原油的供需出現改變 那需求沒有改變 需求有改變 可是改變最多的是 政治面對供給因素的干擾 所以觀眾朋友 油價漲 你就抽絲剝繭回來 那當然就注意到了 中東最近發生了 沙路利阿博的王室大衝突 那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因為現在包括阿曼原油的報價 也是創下兩年新高 剛剛講的布蘭特原油 紐約清原油 它都是期貨價格 那阿曼原油是 中東國家要外銷給亞洲 或外銷給歐洲的一個現貨報價 這價差是有差距的 因為期貨每天飄 可是我賣給台灣中油 賣給台灣台塑 這個價格 假如每天按到期貨價 到底是早上八點價格 還是晚上九點價格 不一定 所以基本上會有現貨報價 這個現貨報價跟期貨報價 是高度正相關 但不太一樣 你懂得一下 不是百分之百正相關 是有一點點誤差 那現在阿曼原油價格也出現了上調 特別是針對亞洲客戶 進行一個調高動作 所以下禮拜一最重要事情 就是記得在禮拜一凌晨十二點之前 把油箱給加滿 因為下禮拜一 估計台灣的中油跟台塑 應該每公升至少調高五角錢 又要調高五角錢 所以搶劫啊搶劫啊 真的被搶劫了 可是事實上 觀眾朋友我們在八月三十號 先讓世光座工商服務一下 八月三十號在什麼位置 觀眾朋友在這個位置 當時紐約清原油 每一桶是四十四塊 為什麼要念商學院 為什麼世光常常起劇名 取我們聚恆網 邱志昌竹筆 來聊經濟學 因為當時我們看到的原因 觀眾朋友記得喔 我們那時候下的標 是最後的利空 石油供需轉折在即 我們這個小編抓的是 我們討論的是需求彈性 觀眾朋友 聽到需求彈性 你第一個動作是轉台 第二個動作是聽完之後睡著 可是我們當時從全球 包括了IEA OPEC的報告 我們觀察到 從需求彈性跟庫存缺口 將會出現一個轉折在即的投資機會 這是八月三十號喔 有最有真相 不相信 YouTube可以看八月三十號 金錢報 特別做過一個油價轉折的節目 當時的價格就在這個位置 就金錢報做的節目 不好意思 剛好做到最低點 難道我跟薩爾曼很熟嗎 難道我會燒點阿博的阿博語嗎 不是 是從經濟學角度 我們看到了長期因素 跟短線可能發生的地緣衝突危機 所以油價就 移到這邊了 所以長短兩個題材 昨天我們提到的是庫存問題 因為長線庫存跟石油的供給需求彈性 使得油價必定會出現一個多頭的行情 可是搭配到地緣政治風險的時候 這個油價響喊空間 可能會比我們意外來得更意外 好 最後我們先觀察 這一次從政治地緣衝突 再配合我們提到的 那時候你有上節目 講到的是供需彈性跟產出缺口 怎麼做解讀這次 油價變化 油的部分它本身需求彈性就非常的低 就是說基本上 你不能因為漲價就不加油 這個就是需求彈性的高低的問題 那如果說漲價你就可以不加的話 那需求彈性就非常高 那油是基本上需求彈性非常低 所以漲價還是要加油 就跟金錢報 需求彈性就很低 很高 可以轉台 你可以轉到隔壁58台 你可以轉到56台 你高興就轉台 那個需求彈性其實很大 不一定有些是聽到事光的話 已經中毒上癮了 那個就沒辦法轉台 需求彈性很低 那這次當然這個主要的 最近的上漲的主要因素 是因為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的政治問題 那它是一個一把推力 其實本來油價的部分 可能就有機會是晚上攀升 所以我們先來談一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部分 其實這個應該過去這兩三年 就在醞釀這件事情 就是簡單講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以前叫做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不過我聽到另外一句話 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但是金主犯法就等於沒罪 金主犯法就等於沒罪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沙烏曼 就是目前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 那在上個禮拜11月4號 就成立一個最高反腐委員會 因為他本來就有一個反腐委員會 不過看起來不太中用 不敢抓王子 所以他用這個王儲 王儲應該是6月份改曆的 原來是父王儲 就是他的兒子小沙烏曼 那把這個納伊夫 把他不知道叫廢掉還勸退 因為那時候有一些故事 就6月20號那時候 本來是開災月 就請這個納伊夫 原來的王儲 就這個國王召見 禁見 然後到一個小房間裡面 後來說 你有這個藥品的問題 你有藥物問題 你長期服用藥物 這對你國王不太好 當國王不太好 你還是專心治療吧 那當時是傳說2009年 他當時有這個反恐活動當中 他被這個炸彈的碎片打到 所以他這個長期疼痛 所以要打馬飛 來止痛 他就說你這個有藥物問題 後來他有35個 這個沙特效忠委員會的委員 是 他其實就是立王儲的委員會 對 他就說他有這個問題 所以投票 31票 說那你就退位吧 是 他說我不要 輪流勸 勸整個晚上他快昏倒了 對 他體力本來就不太好 是 所以後來就 反正因為他手機也被沒收了 世衛也被換掉 那你說能不換嗎 對 所以反正這是一個傳聞 這是揚來五魚小白菜 驅打成招的故事 對 那沙特曼說當然沒有這種事情 你不要亂傳 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換成他的兒子叫本沙特曼 那一開始成立以後 馬上 因為他本身有非常多的權力 比如說逮捕令 可以直接逮捕 然後包括旅行禁令 凍結帳戶 還可以調查個人的資產 是 那這些活動 這個一成立 最高反復委員會之後 立刻就逮捕了 我們剛剛昨天提到的那些 重要的人物 包括國防 軍事 十一位王子 四位的現任部長 這等於是政變 對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所有能夠影響 小沙特曼的人 大概都已經 第一波最主要的人 先被清除掉了 是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 油價 油價大概有幾個特色 我們知道這個沙特曼當國王之後 其實油價是非常低迷 他2015年當國王的 可是他前一任阿普杜勒 阿普杜勒是在2005年 當上這個沙特曼國王 在這個位置 但我們這個抓的是 比較長的時間 從2000年到這個目前為止 這是布蘭特原有 他當國王在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就像這個每一家公司的CEO 你上台股價一定往上漲 比如說我們的張總統 張中某董事長 上台台積電不漲翻了嗎 那一樣 阿普杜勒在這個地方當 但是沙樂曼在這個地方當 當了以後就跳水 現在積極的奮進 這個往上做挺身 那當然 因為這個包括沙特阿美也要掛牌 你在之前一定要做利多 所有的公司在掛牌之前 業績特別好 包括之前的 我們提到原物料的部分 那是不是在之前行情都特別好 那在上個禮拜 已經來到關鍵的關卡 當然如果沒辦法突破就很尷尬 這時候趕快抓到網址 不過這有點開玩笑 不過原則上來講 原油會帶動整個通膨的上漲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在談FED的利益決策會議 我們說沒有通膨 那你會不會要升息 你會不會縮表 我說通膨可能後面再來 因為我們當時得到結論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的跟歐元區的預期通貨膨脹率 第一這個是去年第三季 今年的第一季 那今年的第三季 這通膨其實慢慢起來 到明年第一季跟第三季 那是不是往上爬 那當然你現在看到油價往上漲 就回到原點 為什麼這些FED的官員 知道未來會有通膨 所以你說這個殺戶掉到底 有沒有跟美國通知 這個接下來要抓網址 油價可能會大漲 後面可能會有通膨 我知道了 這一切可能都是安排之中 要特別留意 在哪個地方 要特別留意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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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